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烧菜就被撕垮的 这边牛筋就只买到这种铁下来的别过预料性 这种相对来说还便宜 烧菜系列在成都的馆子里面是有专门的一个排别 有专门的烧菜馆 自卖烧菜 萝卜 烧牛肉 基本上家家都有 有香料的用法 开馆子和家里面烧肯定不一样 开馆子会加很多很多的香料 而且增加这个香味 饮和大众 这个是我精简下来的 为了突出萝卜和牛肉的旋香味 八个 橙皮 桂皮 炒过 下来 消灰香 三年橙豆瓣 如果是干烧 只取二三分之二的豆瓣就够了 烫烧 你必须料要多一些 料表味道就很淡 调料就这些 很简单 主要突出萝卜和牛肉的旋香味 先来装在袋子上 烧出来才干净 这点姜汁其实有点准作用 更多的姜和葱的味道在油里面 我教过大家的姜葱油 关键的一点 汤色 我这家说 水用好了 你的厨艺会提升一个级别 汤色用好了 你的厨艺又会提升一个级别 我就喜欢干炒 啥子都不用 直接炒就可以了 汤色就出来了 点水 很多人点了以后 水就不要了 其实这个做法是相当错误的 你把这个香味都 起码倒了一小半周 而且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已经买个牛排过来煎 你不可能还把这个牛排拿去 把水泡了 才来煎了牛排吧 所以你最后拿这个铝网 一铝 血泡泡不在了 但是这个牛肉的香味是在里面的 像你这个汤色烧牛肉 原汁原味 血泡出来了 我比较烂 等它煮 最后过一道铝网就可以了 泡泡一出来就可以灌火了 因为红烧牛肉不是炒牛肉 它有水 我也怕它 用这种细网 铝汁 它出的血泡泡全都滴出来了 全是香味啊 那里倒了 多么的可细 牛肉汤 它炒 装饰浆片 把你给炒两下 很多人炒 直接把牛肉拿下去炒 炒香 然后再下料 你不是不可以 可以 我不需要那么多 我先下豆瓣 把豆瓣的香味炒到油里面 再下肉 直接就把这个香味炒到肉里面去吧 把豆瓣炒香了 就是这个香牛肉炒了 炒不了多久 因为主要是烧 好了 高压锅其实是我最不想用的一个东西 有些是我们的办法嘛 就只能2圈了 现在基本上官司也就用高压锅了 因为省时间嘛 一切是小火门 小火味 你老哥哥不是有句话吗 小火味 卖火炖 时间到了 自然美 对不对 我采取的就是 不是完全用高压 高压锅确实可以提快速度 再留一次 我采取的方法是 高压压半啪 再用小火来喂 香味还是要好很多 有点剩的这些 滴滴的炸炸就不要了 我的糖水加进去 花雕酒 现在不加 生抽 现在也不加 等会加 用高压锅在这个边楼上 如果摘起的油 一定记得擦电 要不然你到时候烧的时候 闷出来了嘛 就不要哭 香料包 放下去 蒜 现在也不加 高压12分钟 高压锅 时间到了以后 不要激动器 打开这个 让它这个安全法 自动下去 它自动降温 目的是 香味没有抛出来的 然后 你看 这个就把打开一门里起了 然后把它端出来 激动器 小火门 它温度在 你看一打开它就开了 这个时候 下萝卜 萝卜为何不一起门呢 萝卜已经煮过了以后 口感变了 味道已经不太那么甜了 这个时候的牛筋 趴了 但是还没落 再闷个 百个小时左右 它就很落了 牛筋吃起来很爽 牛腿肉也就滑脏 帅 这个时候下去 二十多分钟 帅香出来的刚刚好 这么大力量的话 大概 两瓶盖 生抽也是这个时候加 开了以后就快小火把它盖到门了 这个时候可以尝一下盐味 加盐或者是生抽 都可以 这个汤点都拿来煮牛肉面 这样子就双翻了 这个就是一个汤烧嘛 然后还有一种干烧 干烧那种就是酱气的那种 吃起的干肉也是另外一种 有时间也可以再烧一个 你要吃饭了 再见